網路版的有英文喔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超過大獎的最新最好看的世界電影 現在來到那個基隆啊 或者是東北角這邊 其實你很容易看到在海邊有像這樣子 一格一格的 然後今天我們來找這個李大哥啊 他這邊算是蠻大的一個 九孔包的養殖 養殖艙 然後我們來找他了解一下這個 九孔包 到底平常我們吃到入口之前 他是長什麼樣子 他是怎麼生長出來的 然後大哥 大哥 大哥 你在裡面幹嘛 我在因為這個海菜過來 都會夾帶一些燒酒螺 燒酒螺 這個燒酒螺來講的話 我們不能讓他到我們池子裡面 因為他在裡面死掉之後 會變成聚雞蟹的那種就是 炒料 就是說它的一個甲 可是就說它會損害到 我們養殖這一塊 真的很多耶 對 真的很多 這個如果說拿去賣 可能還可以買很多些 這個可以賣啊 現在其實蠻多 台灣人很愛吃這個熟酒螺 對 這個是為什麼先丟在這裡面 這個 你們現在在的這個池子是 我們在洗海菜的池子 還要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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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有一些 因為它是長在那種米灘地 對 那米灘地來講的話 它上面還是有一些 就是說米 土垢 土垢來講的話 我們要洗一洗 進到我們的池子裡面 我們池子裡面的水 才能夠保持乾淨 乾淨 走在濱海公路 只要留心看 就能看到一格一格的 九孔包養殖池 話說這九孔包 或許你在餐桌或喜宴上吃過 但這養殖過程可就沒那麼簡單 還得定期健康檢查咧 可以看到下面 這個 大大小小的九孔包 然後不同的顏色 然後 大一點的 就很像我們在婚宴上面 吃的那個冷盤的那個 一模一樣 然後 下面的那個 不管是你說熱帶魚啦 魚類啦 然後彈珠魚啦 其實看到真的蠻多的 有些小螃蟹什麼的 重點是它裡面真的蠻乾淨的 我們下來就是最主要也是要去觀察 就是說 它有沒有真的長大 像它看到比較新的那種 就是說 長出來的部分 然後有沒有看到比較鮮艷的部分 所以這樣代表它是健康的 對 它就是說它成長的狀況還不錯 我要告訴你的是說這兩種是不一樣的東西 一個叫九孔 這個是九孔 這個是九孔 這個是鮑魚 這個是鮑魚 對 這個鮑魚是 它的孔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氣孔比較大 真的耶 大很多 而且它的殼表面比較重 不是光滑的 對 這個是人滑 這個是九孔 今天看出來很豐華的是九孔 然後這個是鮑魚 比較粗糙的面 然後那個孔也比較大 那這個鮑魚是野生進來的 沒有這個是我們養的 沒有沒有在養這個 我們有可以混養 活力很夠 對活力很夠 就是爬一爬去 然後我們下來也要去爬他們的正常狀況 是 養殖九孔鮑魚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環境清潔 水質乾淨 所以定期都得下水做水底吸塵的清掃動作 完全就是把這些寶貝當自家小孩一樣照顧 你可以看到一吸完以後 它底部池子黑色那個部分 都變乾淨了 對就出來了 不然上面都積一層厚厚的 沒有沙啦 或是什麼 對對對 黑色那個其實就是那種二氧化流 它其實就是會產生 類似早氣這樣子那種感覺 喔 所以全部把它清掉 對 清掉就OK了 它的水質會變乾淨 我剛才那個石斑好大喔 對啊 還過來看我們一下 沒有 是你打擾它 它躲在管子裡 它躲在管子裡喔 我剛才看到那個石斑 好大一隻喔 然後我們正在清那個 那個髒東西嘛 好 吸一吸 這是我們請進來的保鏢啦 真的是保鏢 所以它過來要看一下我們 它覺得沒事 它就想要直接又游走了 對 就裝下面有兩隻是不是 對 有兩隻 我跟一隻 我們最主要是之前游那種 就是說 臭度也太多 我們想說試試看其他的方法 有沒有辦法用這石斑 來把它趕走 甚至說把它吃掉這樣子 我也是這次跟著大哥工作 才知道 原來養九孔包這麼花功夫 就連放範時間都得花體力 這個有點厚厚厚厚 好 來 抓住 好 可以的 好 一 二 三 這個 這個真的 真的 阿姨 真的 阿姨 這樣是趕發大哥 OK的 很重耶 我怕會不會來喔 這超扯 這比我 去你的消防隊那個衝力還 不輸喔 現在你們還在玩 愛玩的話 要用體驗這樣 對 它長重 不要這樣 我怕會不會 但是也 手臂這麼重 這個 每天都要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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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吃的量很大 然後我們就少量多餵 它不會餵 因為 剛才像阿姨講的 它不會餵 對 它就是一天沒有吃到 那一天再餵 它就吃得到 所以我們就餵 它是一天沒吃到 它跟第三天還沒有吃到 喔 如果說第三天還沒有吃到 來講的話 它可能 都可能 沒有第三天吃得到 喔 它跟餵 抓我們的一個 海 很臭度 好 那你看這樣 這個籠子裡面 油籠裡面都是你之前 已經抓好丟進去的 不是 我們放了海菜 引誘它進去 你看它這個 它在花紋 要小心喔 你不要被它吃到 它是神經乳 喔 是神經乳喔 對 它的那種魚刺 是神經乳 你吃到你可能會 麻半個小時以上 嚴重一點的會 白白 會不迷 會不迷喔 這麼多啊 背上的背棋的那個字嗎 對 對 是神經乳 之前我堂弟被它吃到 昏倒 忙了一天下來 我覺得台灣養殖業 之所以可以這麼厲害 不是沒有原因的 李大哥希望透過九孔包的養殖 讓大眾更了解海洋文化外 也希望把鮑魚料理 成為人人都吃得到的 國民美食 它的殼先烤 先烤熟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乾掉 它殼已經慢慢變乾了 嗯 變乾了之後有沒有 變乾了之後 我們周邊這邊先把它烤 這個是比較重點的地方 好 先把它烤熟了 你看它水分都沒了 對 那我們就把它翻過來 OK 那一樣是周邊先烤 好 它周邊的一個那種 比較不容易熟的地方先烤 好 它是至少 也不用烤到太熟 對 表面嘛 表面 我聞到香味 對 現在這樣滾了以後 那就開始等一下 烤中間 烤中間 對 從它的一個嘴巴的部分 往下 你這樣子擴進去 擴進去 往下 這樣子 整個就拉起來 整個可以拉起來 你不用 沒那麼難嘛 對 有些人是用筷子搓 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就要開始這樣搓搓搓 很多人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內臟可不可以吃 其實內臟是可以吃的 內臟是可以吃的 因為它本身是吃海菜的 是 對 然後我們的內臟絕對不會有行為 因為新鮮的酒工 內臟不會有行為 對 那你現在可以品嘗看看 口感 然後後面肉再一直嚼一嚼一嚼 鮮味 甜味又全部出來了 對 好吃耶 然後還有剛才這個大哥的這個 魚湯 魚湯 這個不用清就直接這樣子吃 沒有 金剪好 清好了 把那個刺剪掉了 對 內臟也去掉了 直接 喝點湯這樣 在這個 它這個湯盒很好 港邊這樣直接吃的 最新鮮的狀態 它的肉 哦 哦 好鮮 好鮮哦 好鮮 哦 我喜歡它的肉 好吃 它的肉是 不是那種 軟到你一進嘴巴就糊掉的那種 對 它吃得到它的纖維 就你一咬它 一絲一絲的那個口感 對